這個東西並不是讓你維持多久 而是讓你在每次洗車的過程 讓它的壽命延長 來我們接下來 當然就是以塗層為主啦 這一罐FDA等級呢 它的分散性非常好 針對環保材質 針對塑膠件 保養件 皮革 通通可以來做擦拭 這罐是我們自己來用 當然店家來做使用的話 成本就絕對有點太高了 這個東西很簡單 準備一個 欸欸欸不要走 準備一個新的海綿 全從下面開始擦 一點點就好了啦 把它塗開就好了 像它這塊呢 有一點消光的 有一點這個消光感 這塗起來就特別漂亮 讓它吸收 它不會有 在看的時候就會 兩者的光線差異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 在塗皮革的時候 輪胎也可以 這個對於輪胎的保養 也非常的好 那我們呢 轉移到這個輪胎 針對輪胎的塗抹 自己的車當然也 給它吃比較好的 沒要吃得不好 對嗎 當然也FDX放下去 這種保養性的東西 最好了啊 像我這個鋼圈 它是有點消光的 所以像消光來講 抹完也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像我的鋼圈 我也會塗 看你們大家 你們如果是烤漆的 就不用了啦 這樣就了解嗎 通常這種呢 是屬於 偏保養性的 以長久來講 當然呢 塗完整個月來講 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以 保養的壽命來看的話 假如你 使用其他外面的材料 可能比較會有 輪胎龜裂啦 那些等等的問題 你用我這個東西 不囉嗦的 滾到你胎皮要換掉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胎壁 有在維護呢 它的壽命就比較長 大家會有一個 很迷失的認知 上一次 可以維持多久 這個東西 並不是讓你維持多久 而是讓你在每次洗車的過程 讓他的壽命延長 可比說你本來20歲就要往生的 啊你現在永遠變30歲 40歲 變80歲 變100歲 那我們當然是持續的去養護他 如果你沒有保養 那可能幾年就 這個是觀念的問題 所以呢 我希望導正的是大家的觀念啦 因為很多人都會習慣問 啊這個比較持久 啊那個比較持久 我告訴你 如果你要持久 用完全純化學品的 就是最持久 因為保養型的 它是屬於 吸收 保養 讓它有彈性 不造成外表上 還有它內層的硬化或傷害 尤其是 現在歐歸車 賓士車 裡面很多都是環保材質啊 你若不要顧 很快會賭錢 喔那當然裡面的 皮能不能擦 非常可以 每個朋友也會問說 欸我當然要時效撐越久越好 我不用每次騎車都土 如果你是以你的這樣的做法 你就大概 可能你洗車 兩個月 三個月 再來塗一次 也是OK 個人的習慣性 因為這種東西你塗完 它維持在上面的 兩個月三個月 這個是很基本的 我是給大家一個 比較正確性的一個觀念啦